吉野一文館三月份的主题展览彩蝶飞舞生态之美 是进行了陈福堂摄影各展 5号正式的开展 精选了13年来于自家田园拍下的30件摄影作品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彩蝶飞舞县中吉安浩客艺术村 吉野一文館三月份主题展览彩蝶飞舞生态之美 陈福堂摄影各展 5日正式开幕 精选10多年来于田园拍摄捕捉的30件摄影作品 呈现蝴蝶驻足彩蜜飞舞的动静姿态 吉野起展触及3月29日 期盼运用摄影作品记录永恒 唤起大家对环境生态生物多样化的保护观念 让台湾蝴蝶王国的美名世代传承 所以我看来就种了很多的那个叫做蜜蝶植物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食草 像那个麻豆瓶啊 那些就是它的食草 有食草有这个像我们那个叫马蜜精啊 那个蛮多的这些花切成那种很多都是 都觉得喜欢吃的 所以才会吸引他们啊 我就是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 排出这些东西 但是政府我也拍了大概有上万张吧 从中旅才交到三十几张 那还不是最近点的啦 因为最近点还在我们 因为我还在学艺当中 所以刚刚那个陈信龙的事是我去台北向他学习的 那也感谢我们在地的那个刘安芝老师 他这是我们花区的启蒙老师啊 我们在花莲学习刚退伍的时候学习生里面是在花区里面学习的 真的也是要感谢他 德陆湖的族人好朋友跟我说 说真的 德陆湖的部落有蝴蝶 代表它生态的极致 代表一个自然最亲近的每一个山林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蝶舞翩翩 谢谢我们副导师他的编语叫福田 所以他种了福田给大家给吉安给每一个欣赏的人 也就是带来未来我们呈现一个自然的生态在我们身边 也期许我们吉安的自然生态之美 会再继续的延展发光发亮 甚至于共创 洁击美好幸福的吉安就到我们身边 透过镜头的微距拍摄 让不易以露眼观察的斑斓纹路药栏纸上 3月6日及12日还规划两场研习活动 有陈福堂老师分别分享拍摄经验及后制编辑技巧 欢迎乡亲把握机会前往浩克艺术春及野艺文馆 学习并欣赏彩蝶千字百态的自然之美 接着讲方言吉安相报道